年末将至 陆军第78级团军谋旅正在进行年底考核 这一系列考核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新型猛士突击车上的实弹射击科目 开始射击 战士们正在使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出击车 可架设防空导弹 海击炮 重击枪等多种武器 具有冲击速度快 越野性能强等特点 本次考核 重击枪手将在新配发的猛士突击车上 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射击 通过三轮比试 最终评选出全旅的重击枪神枪手 我们这个科目正常是设置在地上 也都摩拳擦掌 越跃越势 在车上瞄准非常不好瞄准 而且你首要超论中极枪 方向机高低机 而且还要进行瞄准发射 这很难的感觉 车还晃 然后效果还不稳 很难控制 首先我们开始第一个科目 重击枪纵身散步射 我们的射手要从50米的距离上 斜枪跑到突击车 完成灯车装枪两个动作 考核标准为 在300米的距离上使用25发弹 对5个身把进行打击 并中4个为优秀 3个为良好 2个为合格 本轮考核 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 晋级下一轮考核 以上要求同志们收获清楚 加油 部长 你好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冲击枪 还有多重 这个枪吧 36截 扛着这个往前跑也很势力 对 在行进当中 确实要扛这个 确实特别吃力 以前咱没有这个 猛试车的时候 就是靠人扛 最远 至少是5公里 有了突击车之后 对 对我们班来说 这个确实方便了不少 一班副班长刘瑞佳 是一名优秀的中级枪手 在上半年的考核中 成绩达到了优秀 已因此被履历评为 三星极先锋 这个比武活动名为 考取战场入场券 争当打赢极先锋 我们这个臂章设置的是 从一星到五星 设置了五个等级 也是很想自己拿一个五星臂章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神枪手 双手准备用力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如果年底考核 刘瑞佳能够拿到优秀 他的臂章 就能从三星升到四星 成为驴里的重击枪神枪手 所以考核刚开始 刘瑞佳就活力全开 势在必得 刘瑞佳本轮成绩 命中四个目标 优秀 漂亮 不要 甘来 喔 对 稳美 咦 Els